那確實從今天開始一路到週末的時間 白天都還是一樣高溫炎熱 高溫可以上看到36、37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的實景畫面在台北市區 早上8點46分 現在溫度已經來到30、31度了 熱在台北市區 那其他地方的高溫呢 我們來看到氣象署早上的時間就有在發布了高溫資訊 包含今天台北跟台東 要留意的是容易會有連續36度高溫 那另外則包含像是在新竹以南 還有在花蓮今天也是有機會高溫上看到36度 此外先預估上面來看的話 今天是包含台北、新北還有在宜蘭跟台東 此外先預估是來到了危險等級 提醒大家外出時間防曬補水作業還是要記得做好 不過今天在午後雷陣營的範圍則是稍微縮小了一點點 透過今天訂到髒水預報圖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像在下午的時間 今天的雨區只有集中在山區還有在鄰近平地 但是範圍還有規模都相較前幾天還要來的少了許多 到了晚上入夜時間這樣的水氣也會開始慢慢的趨緩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一周天氣會如何做變化 一開始有提到從今天開始一路到週一 其實天氣狀況都還是一樣 白天非常悶熱下午要留意午後雷陣雨 那從週二的時間開始水氣會稍微增加了一些些 所以從禮拜二到禮拜四的時間要嚴防午後容易會有大雷雨的發生 那白天還是一樣比較悶熱高溫依然是上看到36-37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的溫度上面的變化 北台灣在這一周高溫可以上看到36-37度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高溫也是有機會 可以上看到35-37 一樣是給了下雨符號大家要注意 在下午時間都容易會有比較大規模的午後陣雨發生 也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以上這一節的最新氣想 我們會不會再想到 現在真的 viol在一位 PAD PAD PAD